在美国时间9号的自家午1点半到达了芝加哥 而芝加哥这方面的侨老们组织了庞大的后援会 他们在飞机场里面欢迎一名中华青少帮队到该位来威勉 而当他们下了飞机的时候 驻芝加哥的欧阳领事 亲自率领着各侨团来迎接他们 同时很多在这儿生长的小学生 来给他们全体球员和资源来献花 这是一个他们到美国所受到的最热烈的一个欢迎的场面 在全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后援会 同时还有中华会馆 还有很多华教华侨学校以及全部的华侨都组织起来 准备欢迎中华青少帮队 现在他们已经离开了机场将要立刻找Garry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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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